美濃 美濃 就是這個 沒有啦 美濃 我待會兒你看我現在 現在是在做什麼 阿嬤 妳坐 是 妳有在冰箱出頭 阿嬤 我跟妳問 妳六十歲的時候 不是有穿一頂風扇種 手工真有 大家都學到那頂 那是誰做的 那頂 那頂是一個手很厲害的 彩虹師做的 阿嬤我們一間一段 都完全是手工的 只有我那頂而已 這樣我敢不可以請彩虹師傅 給我倒三天了 阿嬤 她現在有過 早就不在做了 眼鏡沒什麼好看 我跟她有高情 她在冰箱給我做 別人沒有 沒有在做 對 現在我叫她旗山之後 我是說要穿一個這樣 比較特別的衣服 我就去找她幫她做了 才像妳人家結婚的時候 我穿那頂也是她做的 有 我的記憶 那頂真的是很漂亮 我看不看 阿嬤 你快替我介紹一下 我想要做一件很特別 很好看的衣服 一定要唱得很好的人 幫我倒三天 是 是要什麼樣的衣服 還是人是要穿的 阿嬤 妳先別問 等我做出來的妳就知道 阿嬤 拜託 妳幫我倒三天介紹一下 好嗎 好 好 我再給她看看 有這麼要緊的 謝謝阿嬤 謝謝阿嬤 妳有的設計度 阿嬤 妳不要看 好 我不要看 妳想得好 妳如果沒有學過的設計 怎麼會這樣 阿嬤 妳不要看我沒有 我從女婦人的穿衣 還有打扮 是不理會有天分的 自己補得不吵 真是的 阿嬤 妳不記得那時候 阿嬤要出去的時候 要穿什麼新娘衣服 才會好看 都是我給她建議的 而且我再送她一罐香水 讓她老婆的感情更好 結果 她現在新娘衣服 是濃濃濃悶熱 而且她高調的感情 我們真的很好 妳什麼時候 這麼多撇嬤 我跟妳的阿嬤說這麼多 我都不知道 阿嬤 妳那時候就太忙了 而且妳愛炒火 所以就只注意火跟火煩 跟房間裡面的東西 要怎麼補在 對 妳說的也是有力 所以我在想 我如果想什麼財貨 是很厲害的 應該就是心美觀 還有我的手很厲害 滷風也很好 這個以前 家中科的老師 都會幫我學會 所以妳現在想要設計一項 很漂亮的衣服 不然要漂亮 還要很出色 讓所有人看完 眼睛都眨起來 還要讓那些好雅太太 都看見我 好 這樣妳躺躺的 不管我今天腳踏 會說我愛電風神 愛妓 我喜歡 我是怕說妳做不到 妳看妳躺得漂亮 妳手工那個工夫 做不好 做出來的衣服 連自己都不介意 這樣好 這點我也早就想到了 所以我請阿嬤給我介紹 一個手工一定的人 幫我倒三天 不然那一整天而已 就要我提出那種衣服 我哪有可能 而且女兒的眼睛有夠聰明 自己五十分 找一個專家來到八十分九十分 好 妳老婆 阿嬤 看吧 我阿嬤 可以出去一下 好 謝謝阿嬤 謝謝阿嬤